今天要讲的内容只有一个 就讲一个 叫做方法 好吧 那我不给你直接讲方法 我来给一个需求 给一个需求给你 就讲这个东西 需求先来一个 我现在想写一个程序 我现在想写一个程序 做什么事呢 也是我们一直在写的 定义一个类 这个类用来描述什么 描述 订单信息 定义一个类 用来描述订单信息 这个订单信息 是这样 要求有订单 ID 可以吧 有订单所属 用户 这个用户要求是一个 用户对象 不是一个用户名字而已 是一个用户对象 然后呢 还有 订单 所包含的 商品 商品也是 商品也是好几个 就是不定数量个 不定数量个商品对象 可以吗 然后还有订单总金额 还有订单 应付金额 总金额你应该好算 商品有几个 有几种商品 比如说他买了小米 这个里面买了五个小米手机 两个锤子手机是吧 然后总金额应该就是五个小米手机乘以小米手机的单价 加上两个乘以锤子手机的单价是吧 商品数量乘以单价再累加起来吧 等于订单总金额 这个应该能理解吧 好 应付金额是什么呢 应付金额就跟这个总金额不太一样 应付金额要考虑到一些因素 哪些因素呢 总金额满 满一千 打 就打折是吧 打折几折呢 满一千就是九八折 然后总金额 总金额满两千 打折是九五折 然后总金额满三千 打折 九零折 可以吗 超过三千的也是九零折了 都是九零折 好 不光考虑这个因素啊 就这个打完之后 打完之后还要看 在此基础上 还要看用户的VIP等级 如果 就是用户 VIP等级为 为钻石VIP 为黄金VIP 折 折上折 折上折多少呢 九八 对吧 然后用户VIP等级为 钻石VIP 折 折上折 折上折 九六 可以吧 然后用户VIP等级为 至尊VIP 折上折 对 九九五折 我偏步 五九八折 可以吗 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啊 就写一个这样的类 好吧 那我们就直接写程序 我们来写程序 再写这个程序啊 无非就是写一个类 然后这是一个变量 这是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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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变量吧 好 我们来写一下 我们来写一下 先写 写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问题了 你会发现 用我们昨天前两天写的东西啊 好像有点搞不定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个新东西 我们来看啊 今天应该是对 对零四是吧 写个包 CN.EDO360.加2124.对 CN.EDO4.对 这个 那看到 我们先写一个类 这个类是不是叫ODA 可以吧 叫ODA 订单 写个注释 这是订单类 是吧 订单类 在订单里面 你注意一下 要放这种普通的简单数据 也要放这种 自定义类型的数据吧 要用户 要商品 所以你还得搞一个用户 搞一个商品对象类吧 是吧 所以你先别着急写它 先别着急写它 先搞一个商品 一个用户出来 那我再建一个U User类 还要建一个 商品类是吧 Pro Dact类 好 然后我们来定一下这些属性 用户 用户是不是有一个什么VIP等级 好 这个是必须的是吧 那我们来用户 先写一下用户 这是用户类 是吧 用户类 用户类 那肯定一些基本的得有 一些什么string ID有吧 对吧 那我这样写 我写个user id 清晰一点 清晰一点 是不是 叫user id 然后有一个名字 user name 然后还有一个string VIP level 是不是 VIP等级 是吧 行了吧 就写这么点 好 当然你要加什么地址 手机号 那些是不是也可以加 好吧 但是我现在这个题目里面不需要 那我就不写了 好 然后我们再来写这个商品 商品 也写个文档注释 这是商品类 那这里面放一些什么变量呢 应该也有id吧 id一般是某一个对象的具体标识 是吧 sstring pid 可以吗 pid 然后商品是不是有一个名称 sstring p name 然后还有价格吧 价格 单价 单价应该是 float price 是吧 然后你 你这个商品 你看 加上你还要存一个信息 就是这个商品买了几个 是吧 买了几个 是不是得存 所以最好 还来个 来个数量是吧 int number 可以吧 int number 买了几个 好 OK 我们就用这些信息 是不是用来描述这个商品了 好 那它就有了 接着我们就可以来描述订单了吧 好 现在来描述订单 订单里面 东西比较多 我把它拿过来 把它拿过来 放这 是这样吧 是这样吧 好的 那OK 我们来写 ID是吧 ID那叫死郡 order 然后所属用户 死郡 是不是 不是死郡的 是吧 不是死郡类型的吧 是user 类型 是吧 user user 然后商品 这个时候出问题了 你发现没有 商品 出问题了 订单所包含的商品 你用一个什么 类型的数据 product吗 product 那你这样是不是只能存一个商品呢 那我要放一个啥 放一个宿主 那是不是就这样 是吧 ps 可以吗 但是放一个宿主 人家这个商品可能数量不确定的 这个宿主一旦放进来了 那个宿主的长度是不是就定了 是吧 那以后他可能是不是会多买一点 又会加的 那宿主里面好添加东西吗 不能 比如说你的宿主是五个 那么长 你放满了五个 就再也不能加了吧 再也不能往里面加了 它长度是一定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宿主搞不定了 要有一个什么东西 它能装多个数据 并且还可以随时往里面 添加是不是就好了 如果有那么个东西就好了吧 OK 所以现在我们讲到这儿 我们发现 需要那么个东西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吧 那我告诉你 有一种数据类型 不是宿主 它能够往里面放东西 并且可以随时往里面放更多东西 也可以从里面移除东西 假如你一开始是啥也没放 然后你可以往里面添加一个 是吧 接着一会之后 你还可以继续往里面添加一个 比如说你添加了五个了 你还可以从里面 去掉一个 就变四个 变四个 这个还可以去掉一个 又可以变三个了 可以吗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的长度可以变 它也可以装很多个数据 那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list 叫list 加网里面有一种数据类型 叫做array list 你也别 你别别纠结它是个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可以用来装很多数据吧 array list array list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工作 先暂停一下 先不开发这个了吧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array list 怎么用是不是 好 OK 我给你举个例子 array list 怎么用 我来写一个 我就不污染这个程序了 我把它关了 我来写一个测试类 来测一测吧 写一个测试类 我在这里写一个 而且我把包也放下 放那个list demo里面 好吗 list demo里面写一个list demo 然后在这里面写一个main方法 我们来测试测试 那个array list 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测试array list的用法 好吧 好 我先跟你说一下array list 是个什么 array list 是一种数据类型 跟我们以前学的一样 整数 代表一个数 整数数组 代表好几个整数 是吧 user 是自己定义的一种数据 是吧 那array list 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是jdk里面 自带的 它也是一种数据类型 它可以 它可以装 任意 多个 具体的数据 可以吧 它 是一种 集合 数据类型 它可以装很多的数据 是不是一个集合 它可以装很多很多的数据 而且长度 可变吧 而且长度可变 明白意思了吗 好 那我们的套路是一样的 你看你以前想用 想拿一个数据 来装东西的时候 首先要做什么事情 要创建一个数据吧 要创建一个数据 那你现在想用一个array list 来装东西 那你就得创建一个什么 array list 对吧 创建一个array list 只不过这个array list 它也是一种类 那你要创建一个lay的一个对象 是吧 都要new new这个东西 加一个什么括号 小括号吧 所以应该就是 new一个array list 你注意 你要是记不住 这个单词太长了 记不住 你就记一点点 然后按哪个键 out加斜杠 它会提示你的 你看 是不是一个array list 你就双击它吧 是不是出来了 出来了 但是它跟我们以前那种普通的类 有点不一样 它这个加了一个尖括号 加了个尖括号 这个尖括号是让你填东西的 你可以往里面填东西 填个什么呢 就是说 你要往这个集合里面 装的数据是哪一种数据 是吧 你这个集合里面 是不是用来装某一种具体的数据的 那你要告诉他 你装的是哪一种 你就填在这个尖括号里面 这个叫做泛形 术语叫泛形 就这个语法 这个语法叫泛形 泛形 这个尖括号中 填入的是泛形参数 就是 讲明的就是 要装入的数据的 类型吧 好吧 那我们先来一个装什么的呢 你想装什么都行 装整数行不行 装整数行吗 你可以在这写一个 硬的 但是不行 因为硬的 就这个里面必须是一种具体的类型 其实硬的还谈不上一种真正的类 它是这种基本数据 真正的类就是我们所得的什么 user类 product类 order类是吧 是这些东西 那整数 那怎么办呢 我就想装整数怎么办呢 整数它在加法里面也给你 把这个基本这个数据也包装成了一种所谓的类 那种类的名字叫做int 什么借过 int 其实就是整数的一个包装出来的所谓的类 好 那这个我要装整数 是不是就装这种类型 叫int 好 你new出来了 这个时候就得到一个array list的吧 得到一个真正的array list的 可以用来装了 但是你是不是要用一个变量来代表它才行 不然你没法指定是吧 那用一个什么类型的变量呢 变量是不是有一个类型 有一个变量名啊 等于吗 是吧 这边应该有一个 有一个 类型 然后变量名 是不是这么写的 那类型用哪个 你是这种东西 是不是就类型 就是它 对吧 就array list的 然后变量名呢 那就随便你的吧 随便你的 比如说写一个 呃 呃 叉叉 好吧 叉叉 但是啊 这么写是可以的 但是你注意这个代码上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是 这里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黄色的波浪 波浪线 黄色的不是错是没关系的 但是他就觉得你就就觉得你写的不是很规范 你要写的规范一点呢 这个这种集合是不是都要指明他装的是哪种数据了 所以这个变量的类型上 是不是也像这边另外的时候一样在这个加个监管 表示他装的是哪一种数据 你看好吧 这样这个里面是不是就没有黄色波浪线了 但这个还有吧 这个有是说你搞了一个变量 你的代码里面从来没用过 那你搞了干嘛呢 我还没写完吗 是不是 我还没写完 是不是下面要用了 好 这一句话 就是创建一个用来装整数数据的array list的对象吧 是吧 搞一个用来装整数数据的array list 那接下来我们就就是往里面装东西了吧 来看一下怎么装东西啊 像这个array list中装入数据 好吧 我就写个添加数据行吧 你看我刚刚创建出来的时候 这个里面装了吗 啥都没有装 那我就来装一点吧 装就是这样的啊 就调这个对象上的方法是吧 其实他们你看我们GDK里面写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一般都有一个什么方法 你看我们以前 你注意 你回想一下 我们以前new scan new scanner system 点印 然后你拿到一个是 ganner sc等于 然后我们是不是掉sc上有方法 那么next 那也是吧 就是GDK里面写的这些类啊 这些类是不是都带方法的 这是我们写的类 user order 是不是没有带 那今天我们就会解决那个问题 是不是 我们写的类也可以带方法吧 也可以带 只是我们现在不管 但是GDK写的类 它有方法 方法就是功能吧 方法就是这么一个事物啊 就list这个事物 它有一个功能 有一个功能叫做add add的意思很明确 就是添加吧 添加 添加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把你要添加的东西 放在这个方法的参数里面 你要添加什么呢 就你想添加什么 添加什么 但是你添加的一定是这种整数吧 一定是整数 我添加个1行吗 行 是不是没报错了 好 再 然后添加一个之后啊 我还可以再添加 XX点 add3 可以吗 XX点add5 可以吗 诶 报错了 不是5吗 5不是整数吗 不是我说了 数 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是一种数量是吧 你能看得见的这种符号 阿拉伯数字 其实已经是一个符号了吧 引号引起来是吧 表示它是阿拉伯符号的 应该这么写 好 那我现在添加了几个 三个 是吧 这就是添加 添加完数据之后 那我想取数据呢 从arraylist中 读取数据 比如想取第二个数据 是吧 我想取第二个数据 怎么取呢 取一个数据出来 你注意 它也有索引的 你第一个放进去的 那它就在最前面 第二个就是三是吧 第三个是五吧 那你就可以按索引来取 只不过不是像我们数据一样 我们数据以前是不是这么取的 它不是数据了 它是一个对象是吧 一个对象要搞 搞事都是调方法吧 对象要搞事都是调它的方法 点 看哪一个像呢 你看哪一个像取数据的方法 这么多 get是不取啊 然后让你传一个整数类型的参数吧 参数的名字叫index是吧 是不是就索引的意思啊 传一个整数类型的索引进去 那我传个 比如说传个2 它是不是就取了一个数 你可以用一个变量接收吧 那它取出来的数是个什么类型啊 整形 那你应该用一个什么变量接收 整数吧 int a等于 可不可以 那我问你这个a其实等于几 等于三 等于三 等于五 等于五 我们这个加法编程里面 那个角标一般都是从几开始的 几开始的 好 然后我们打印一下 谁是out a 是吧 看一下a是几 走一把 是五啊 对吧 我要取一了 就是三 走一把 可以吧 好 那 OK 我们呢 这个 是array list的最基本用法吧 array list的最基本用法 这个是不是就是两句话 一个new 一个get 一个add 还有个什么 get 是不是就这三句话 new一个list出来 然后用add往里面放东西 然后用get从里面取东西是吧 那我现在再要你写一个啊 再写一个 将 整个array list的数据按 脚标顺序 全部打印出来 那这个怎么怎么写 你可以这样写的吧 你可以这样写 这个里面就是你不用付一个变量了 是不是直接打 盖零是吧 咚咚 然后呢 12 你会发现这个里面是不是就12012在不断的变 那你可以用个什么 用个循环吗 是不是啊 for intern i等于零开始 i小于 小小一级呢 小三是吧 i加 加 然后是不是把这句话包在这个里面 然后把这个写死的改成什么 可以吧 那是不是打012 就打012 走一把 这三是不是这句话打的啊 下面这个就135 是不是对了 OK 这就是便利吧 就是便利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便利啊 叫便利 list 这个是从list中取数据 这个是往list中 加数据 可以吗 那我要 我要从这个里面移掉一个数据呢 啊 从list中移除 数据是吧 那肯定也是调查一个功能吧 啊 那你调一下看 叉叉点 哪个项移除呢 有没有呢 就有一个remo 可以传一个什么 所以吧 那我来移一下 叉叉点 叉叉 叉 叉目我 叉目我第几个呢 比如说第一个 可以吧 我把第一个移除掉 那这个里面应该是变成几和几了 所以只剩一个一和一个五了 对吧 一和一个五 而且一的脚标还是零 五的脚标变成几了 一的脚五的脚标说变成一了 对吧 那你可以验证一下 是不是把它再打一遍 再打一遍 但是到时候这个打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全在一起啊 我可以在这个中间加一些 加一些分割符吧 这个分一行 这上面是不是取数据那一行 到这个第一次打印 分割一下吧 可以吗 分割一下 然后我再把一个数据删掉之后 是不是又打了一遍 可以吗 哦 看到 走 哦 这错啥错 因为你已经移掉一个了 他这个里面只有两个了是吧 零一了吧 所以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敢讲 二 但是你这么写其实不太合适 因为你老要去改这个数 不然又一个了 是不是又要改一个 你最好是 直接小于这个 类似的长度是不是好了 就不用再去改了吧 类似的长度 那就XX点 有一个长度 有个size 数组是lens是吧 数组有一个长度属性叫lens 类似的 类似就没有什么属性lens 是不是掉它一个功能取它的长度 你看size加小括号 这是掉它的功能的吧 掉这个功能 它会取到它的长度 你看这个功能返回的值 是不是一个整数 就返回一个长度 OK 是不是小于这个长度 OK好 那这也是 现在就不用改了吧 不用改了 它的长度 他自己知道自己的长度是多少 是不是 一开始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的长度是3吧 当你移掉一个之后 它的长度肯定就会 变成2的是不是 再走一遍 这次是不是没错了 第一次取了一个取了一个值 第二次我便利整个整个list 第三次我移掉一个 然后再便利整个list 是不是就少一个了 可以吧 好 alrelist的最基本的用法 或者说我经常要用到的用法 就在这了 就在这 你把这个掌握 就能开发我们的程序了 日常开发程序就够用了 好吧 这就是alrelist的用法 我就写在这个里面了 然后再来给你总结一下 alrelist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是一个集合吧 是一个集合数据类型 它可以装 多个具体数据是吧 而且它的长度 可以变的 可以加又可以减 又可以加又可以减是吧 好 然后它的重要方法 或者说它的功能 是吧 重要功能 第一个是 爱的吧 爱的是 添加元素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 get 这才是最常用的 取出 就读取 一个 元素是吧 上面是添加一个元素 这是读取一个元素 还有一个re remove 是移除 指定 脚标上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是吧 这个里面拿一个88 这个get 0 添加一个元素88 是吧 这是把这个数据当成值添加进去吧 get的时候是读取指定 索引 索引 上的 的元素是吧 这个0是不是索引了 你要拿哪一个 remove 这也是索引吧 你要remove掉 哪一个位置上的数吧 对吧 好 ok 这就是list的基本用法 这就是list的基本用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